字幕提供 OK 沒錯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就是這款 小小乙國 如果你們是對這種 策略型遊戲 有興趣的話 這款遊戲絕對不要錯過 非常的獨特 非常的特別 跟以往的遊戲都不一樣 它是用這種 螞蟻的概念下去玩的 所以還蠻特別的 包括它 要維持這些螞蟻生存的話 它有需要用到一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整體玩起來 還蠻創新的 它這個裡面呢一樣是有分 那種英雄階級的螞蟻 有沒有這種 特化椅 它有這種 敬畏乙孵化池有沒有 就是它可以養出一些 近戰的這種螞蟻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那個 射手椅有沒有 就是遠程的這種 這個特化椅這邊點進去有沒有 它這邊有它所有的這些特化椅 反正我們的目標就是抽到這些金色的 噸蒙衣 頓蒙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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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我是怎樣 欸你要不要抽抽看 愛的孵化 喔!紫光!終於!好欸!終於有一個紫光了 這個地方你一開始進來 其實大部分都是黑色的 就是你還沒探索的話 其實你一開始只有小小的一塊能見範圍 阿能你不創鳥人幫我就不玩了 好啦創啦等一下創啦 然後最主要的應該就是 要把你的以後等級升起來 因為大部分的建築都是 需要你的以後等級提升起來 他才能升級的 孵化池就是你用來建造 建造冰的這個東西呢 有沒有 你如果想要造這些越高級的冰種的話 你就需要把他的這個建築物的等級做提升 進化菌蟲有沒有 這個就是用來 練你們那個科技的一個東西有沒有 你按這個進化 有沒有 他就有這些 他就有這些類似科技的東西讓你來學 我覺得一開始我是比較推薦大家 走這個 極速生產 跟 以潮發展有沒有 因為他大部分 都會增加你一些 譬如說 縮短你 建築的建造時間 或是升級時間 然後他們現在還有這個有沒有 活動的東西 你們馬上參加 好不好 可以領一堆獎勵 他就有點類似 你在解成就的東西啊 送你的東西非常多 先創我的謀 鳥人幫是不是創不了 非法名稱 OMG 是鳥的關係嗎 Bird也不行啊 哇 中英通吃啊 欸 啊Bird怎麼可以 蛤 OK 有沒有人要來加我的 現在加馬上讓你成為R4 OK OK 漂亮 馬上一個 馬上先來一個 OK 他等級6 看起來也不是泛泛之輩 浪子等級吧 沒在怕 直接開扁 看一下我們人員有沒有變多 大家要強要快喔 又一個來申請喔 日本人都來囉 我們就是這麼熱門的工會喔 要的話趕快來喔 Bird等你們好不好 目前五個人了 OK 記得啊 幫 幫忙按個幫助啊 進來玩的 當個活人好嗎 我申請到 我申請接 火力 我們現在是個加油 我就來玩 我申請 我申請 啃餐 在小舵 對 轉 戰